2001年,苹果发布了第一代的OS 10系统 它的设置界面长这个样子 随着版本的更新,系统设置的外观一直在变化 但是可以看出来,整体的操作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直到22年后,在苹果最新发布的Mac OS Ventura系统里 Mac的设置被彻底颠覆了,变成了iPad上设置的样子 因为操作界面和交互逻辑的变化 Mac OS Ventura的设置里搜索变得更加方便 如果你有需要的功能找不到 输入关键字一般都能快速定位到结果 比如有很多人找不到的默认浏览器的设置 找不到的触发角的设置 搜索一下就出现了 但总有一些常用的功能 即使在搜索里面输入的关键字也找不到,非常的气人 经过这半年多的使用 我总结了一些常用功能的刁钻位置变化 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 有非常多的人想更改格红投送中显示的电脑名称 在之前的系统里面进入共享 上面的电脑名称就是你的Mac 在别人格红投送里面显示的名字 而更新到Ventura系统后 测制的共享界面里面并没有更改名字的地方 点击编辑 更改的是本地主机名 也不是我们需要的电脑名称 苹果把这个功能转移到了通用 关于本机里 把光标移动到名称上,点击一下 就能激活它的编辑状态 这个修改电脑名称的方法老用户找不到可以理解 毕竟是思维惯性 但是对新用户来说同样不简单 即使它的修改方法已经变得和iPhone iPad上一样了 问题在于 iPhone iPad上的名称有一个明显的箭头指引 让我们知道这里是可以点击修改的 而Mac上的名称 看起来和下面区域一样 都是不可修改的样子 仅仅是用自己加粗做了一点点区分 第二个让人找不到的功能是网络位置 iPhone上有一个还原网络设置的功能 相信很多人都用过 处理网络相关的疑难杂症时它就很有用 那么Mac上的还原网络操作 就是新建一个网络位置 在之前的系统中 进入网络点击位置 编辑就能创建一个新的位置 相当于重置了电脑的网络 而在Ventura系统中 网络的设置里并没有出现位置窗口 我们需要点击右下角的省略号 才能看见被隐藏的位置功能 如果它只是被收纳在省略号里 那么有需要的人总能翻出来 我也不至于专门在视频里面提醒 问题在于 刚发布正式版Ventura系统的时候 苹果把这个功能给拿掉了 不论是在你自己电脑里面找 还是在网络上搜索相关话题 结论都是 系统里面没有 找不到 后面随着版本的更新 苹果又呛咪咪的把这个功能给加了回来 如果你的电脑升级到Ventura系统之后 并没有继续更新它的小版本 那么你的确是没有办法切换网络位置的 经过我的观察 Ventura 13.2.1的这个版本 英特尔和苹果芯片的Mac 网络位置的功能都已经回来了 下面要介绍的这个功能就没这么走运了 在Mountry的系统设置中点击电池 其他版本的系统设置里面点击节能 就可以调整电脑的定时开关机时间 很简单很直观 而在Ventura系统里 电池的设置中已经没有了定时开关机功能了 要让电脑定时开关机需要在终端中敲击命令行来设置 大大增加了使用的门槛 特别是对台式机用户来说 刚才聊到的都是一些功能的改动 只要找到过一次后面也就慢慢适应了 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功能 就比较考验大家的理解能力 那就是Mac里的睡眠 手动让Mac进入睡眠比较简单 直接合上盖子或者点击睡眠就行了 而让Mac自动进入睡眠 苹果确实一直都没有明确的指引 在最新的系统中 我们能找到相关的功能就是锁定屏幕 一段时间不活跃 没有操作 它会关闭显示器 那么关闭显示器就等于是睡眠吗 因为屏幕关闭了 看不见硬盘和内存的运作情况 很多人其实心里都没有底 这个疑惑要在苹果的官方支持中解开 在它的说明中可以看到 Ventura里的锁定屏幕就是睡眠 关于睡眠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防止电脑进入睡眠 有时候你用Mac放歌或者下载东西 黑屏后进入睡眠 这些任务可能就会被中断 在Ventura系统中 这个功能被挪到了非常隐蔽的位置 需要点击显示器 然后滚动到最下面 点击高级 在电池与能耗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 当显示器关闭时 防止自动睡眠的选项了 在节目的最后 给刚接触这个设置的朋友提个醒 首先是它可能会有一页内容 功能显示不全的情况 需要上下滑动 才能看到完整的内容 在苹果的技术支持里 也多次提到了这种情况 第二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有些功能 需要点击这个图标i 才会出现更加详细的设置 不要把它们漏掉了 实话实说 这两个困扰 在之前版本的系统偏好设置里面 是不存在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麦克云棠 我是修康 感谢你的收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